从1998年开始 杨玉美投入慈祭志工行列 出资购买摄影器材 学习撰写文字及后制剪辑 只为了当一名称职的真善美志工 每一次活动 都可看到他拿着相机和录影机 记录当下画面 他希望把收集的文字 图像和影音素材 除了留下历史 也能被护制成新闻 在大爱电视台播出 传递在此季里 真实发生的美善事迹 至今走过24年 就算被医生宣判患上肺癌 他也没有停下脚步 所以我就去看肺转科 最后就证实说是癌细胞 他医生就说第四期 然后我本身是觉得说 第四期也未必一定是末期 第四期就第四期 我就说如果真的是再过两三年 时间到我会走 那如果我什么都不走 我到那个时间我还是要走 那我干脆就把这段时间 把它把一些重要的 我认为我要做的 要完成的东西 就把它完成 当生命来到最后一站 无法预估下车的时间 但下车之前 要做什么事情 让生命留在最后的光辉 照耀所爱的人 自主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感谢观看